1,2,3 1,2,3 如果大家都覺得自己很窮的時候 是不是過年前還是要送紅包呢 如果要送紅包的話 可不可以減少這個數量嗎 我覺得可以減少 別人會能夠理解的 就裡面的金額變少 是不是 但是我覺得少數都要有百元 妳覺得我們過去這一段時間 有給過丞翰點紅包嗎 為什麼要給他紅包 最大...2009年的最大機會 就是你去死的 他也不是給我白包嗎 我們是不是沒有給過妳紅包 有沒有給過 沒有啊 然後妳沒有生氣嗎 為什麼要給我紅包 妳不需要給我紅包 好像大哥大姐都要給 要是不是 應該要給吧 要... 所以是說我們兩個也需要給喔 要... 如果以節目是你們這樣子的話 他在節目處你們應該要給他紅包 你覺得說這樣的情況 我們看要包多少 比較上療台 我們歡迎四位來賓 您好 你們好 歡迎 不是說要討論到底要包多少 好 剛才呢來賓有指教就是 任何有分前輩後輩長輩的地方 都應該要給紅包這件事情 那除此之外 我相信觀眾也很好奇 就是演到倒霉的戲的時候 是不是製作單位也會給紅包 請問在最能演過 死掉的或者生病的 或者快要死掉的人舉手好嗎 沈玉琳沒有演過 我教人家演過 我教人家演過 我教人家演過刀架魂一號 刀架魂二號 刀架魂就是出來被殺那種 就是說可能化妝要化個兩個鐘頭 然後等了一整天 課了一個便當 刀架魂一號出來 二號就死了 就倒在地上 這樣要給紅包 也是要啊 多少要給啊 真的喔 今天不一樣 是立正 蝴蝶演過生病的角色 有 那個一個兒童的舞台劇 然後我是飾演公主的好朋友 然後我就要被那個敵人這樣 殺一刀 然後我就要躺在台上這樣子 然後後來我其實沒死 但後來小朋友都以為我復活 因為那個沒有交代清楚 然後我又飛出來 因為我是演蜜蜂 然後我飛出來的時候 蜜蜂被人家戳了一刀 對 可是我其實不是演死掉 我只是受傷 所以你領到的紅包嗎 在舞台上 沒有耶 怎麼也沒有 被統一到沒有紅包 沒有啊 應該是要死才能拿紅包吧 演死掉了才有紅包 因為我們大部分都演短劇 那短劇的話 或是因為 反正拍戲有一個 就是它一個規定 如果你是躺病床的 它要包個紅包 裡面就算一個十塊銅板也可以 但重要的是那個紅包紙 所以你們收到那紅包的時候 會認為裡面是有金額的嗎 大部分 現在以前是差不多一百塊兩百塊 可是近期都是一個十塊銅板這樣 怎麼會這樣 像徵性啦 好像有人收過比十塊還少的是不是 對啊 你這樣十塊算很好啦 寶搜六塊 沒有 因為我其實那時候 會收到那個紅包 是因為拍一個MTV 然後呢就是 其實整天的拍攝過程 都是非常的辛苦 因為我要先淋大雨 他們去找那個水車 然後我就先全身真的淋濕透透 然後苦等男主角 男歌手 然後等到他 等不到他 結果呢被車撞 結果我就是在雨中被車撞 然後還有一個S型的特寫 你是在哪裡等他 怎麼會有車子飛過來撞你 沒有 就是因為我在雨中等他 然後我看到他過來的時候 我要找過去找他 我要跑過去找他 然後結果太高興就被車撞 撞了之後還有一個S型的特寫 然後就是一個人型 然後所以就是因為那場戲 後來還進了加護病房 然後就是整個是那個 還要帶那個氧氣澡 你說在劇中進入加護病房 對... 然後結果演完就整出之後 就得到一個紅包 得到一個紅包 那時候就很開心 你演這種戲的話 因為就怕演了會成正或會倒霉 所以是在演之前就要先給你 你就放口袋 所以演之前給他 演之前先給 對...就等一下你要演病人 躺在病床 或者等一下演屍體要死掉 他有那個去霉器 對...他就先給你 你就先放口袋 然後再進入那個戲 那還有如果你的照片被借用 就是你已經死掉 照片不在上面 然後也是在你後面 照片後面要貼個紅包紙 那你們覺得如果給紅包 然後裡面是放彩券 這裡面會高興嗎 對 這很不OK啦 彩券還不錯 因為表示有未來啊 因為很難講 可是會中獎的機率那麼低 因為蝴蝶給過紅包 而且被小朋友嫌棄丟掉了 丟掉 真的嗎 因為我在紅包裡面裝的 你的鮮餅照嗎 裡面是 不是 那個很搶手耶 我在紅包裡面裝的是 海綿寶寶的貼紙 然後就說 海綿寶寶的貼紙 什麼東西 海綿寶寶的貼紙 海綿寶寶的貼紙 海綿寶寶就是要來裝錢的 才叫紅包啊 那感覺是科學面裡面 不是 我想說 海綿寶寶現在就是當紅 想說應該會很受到小朋友喜愛 結果沒想到那個小朋友就拿到 然後他就現場就馬上抽出來 結果他說 這是什麼 不是錢 然後他就不開心 那小朋友不要來抽出來 算有幾張海綿寶寶的貼紙 那你幹嘛要冒充是紅包呢 你就送給人家海綿寶寶貼紙就好了 小朋友也是要錢的啊 我想說過年就討個喜氣嘛 所以就把它裝在紅包裡硬直 我覺得紅包不能夠欺騙別人的感情 沒錯 是不是那種故意把紅包弄厚 其實是一個很失策的事情 對 因為我媽就很喜歡來這一套啊 他用硬直板做紅包 沒有 他每次給我女兒紅包 因為我女兒的錢 都完全被我掌控都放在抽屜裡面 然後每次上課 就直接抽一張拿出來付學費 然後我媽每次給我都好大包 我說天啊 這婆婆也太大方了 對 然後一看都是百元抄 所以百元抄你弄個20張 也才多少 可是如果是百元是新抄的話 很厚也蠻多的 你也碰過一百元的嗎 我碰過一百元的啊 而且那一次還算錯了 因為一百元容易算錯 然後我抽到一包 喔不錯 輸... 應該... 感覺上他應該想要包兩千塊的感覺 可是他偏偏包了21張 兩千一 送到這種很不吉利啊 兩千一不吉利嗎 因為這是白包的數字 還是說他真的希望你去死啊 之類的吧 你本人沒有領悟到那個道理 因為那位主持人 當時我們相處還不是很愉快 因為他有時候假鬼假怪 又不好笑 不好笑要人家勉強 你幹嘛又講乃哥的壞話啊 不是乃哥 那一定不是乃哥 你再多講一點 我大概可以猜一下 各自小小的 跟小孩子有一點關係這樣子 喔 喔 講話喜歡裝正經 他給你兩千一樣 你很笨耶 什麼 他在什麼 他說講話喜歡裝正經 你幹嘛這樣講 那蔡康勇啊 對 不是 那個人 那個人是 之以下根本不是這樣 他一面對鏡頭的時候 欸 是的 各位觀眾朋友 那就很像孫悅這樣子 所以你是屬於那種 拿到紅包就會立刻打開 算裡面有幾張 一定的 而且喔 絕對一秒鐘都不能拖延 就是拿到我以後呢 有一次也是這樣 憲哥 那時候我們做天天樂翻天 算是他鹹魚翻身之作 在那之前 他做垮了好幾個節目 我記得最後一個就是 超猛SYZ 欸 怎麼那麼耳熟的行為啊 對 因為我是跟你一起主持 好 鍾憲有送你一個紅包 為了答謝你讓他先一翻身 憲哥是一個很感性的人 他不出手折疑 一出手那個大方會讓你嚇到 就包了一包真的很大包 是 一拿到就知道不得了了 對 天殺的 這絕對不是普通的 欸 你是說那紅包的便便 都會有點裂開的感覺嗎 對 就是包得很那個很蹦這樣子 很憋這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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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拿了以後呢 那你拿到也應該要跟人家 再繼續聊天 不能一拿到紅包就很想 沒有 心裡噗通噗通跳 憲哥是愛講道理的人嘛 他說玉琳啊 謝謝你啊 我們這個節目未來的展望 就跟我扯一大堆 但是我根本心不在意 沒有在聽 我就是想要找 找地方出現 然後一直做定 玉琳啊 你幹嘛 怎麼形成不寧 我跟你講我這節目現在 讓怕人啊 然後我就 我真的嗎 我去拉個肚子 沒關係嘛 你再做一下 然後不管說不行我忍不住了 我就衝去廁所 一到廁所 把那個紅包有沒有 真的假的 立刻舔手指嗎 對 真的啊 而且就是 結果人家屬錢的時候 自然而然就會出屬 沒有人屬錢是高雅的啦 對 反正在廁所裡面更沒人看到嘛 有沒有 反覆再確認啊 本來不會 結果一拿到錢 馬上那個順的 好厲害 反覆再確認 可了 一千塊 八十張 八萬塊 我那時候 我那時候一個月薪水 不過才三萬五而已 機器很好耶 對啊 一包紅包就是八萬塊 他真的很夠意思耶 拿到之後 兩行清淚喔 殘場而流 真的在廁所裡面 真的哭過一回了 好 我想說 玉琳另外一包兩千一的 對 我跟你講 因為他們兩個 當時在那個節目就是搭檔 另外一個 白包 天啊 同時間嗎 同時間他們給你紅包 同時間 對 誤差這麼多 誤差這麼多 那請問你們收到 兩千一的紅包 跟八萬的紅包 出去之後會立刻 對他們態度不同嗎 馬上齁 出去以後馬上傳遍全世界 那個人就搶 那個人好糟糕 兩千一 就搶我出來 你看人家都是八萬 那個感受會不一樣 而且來年在遇到 在攝影棚在見面的時候 那個 那個態度馬上就是不一樣 你是不是聽到 任何的八卦 你都會立刻以最快的速度 跟全世界的人講 對 我恨不得我身上隨時有 像地下電台那種 裝備有沒有 可以背著跑得來走 好 各位 背板 背板 能不清理 跟背板 好 但是如果以製作人的立場來講 是不是 總有一個數字 是收到也不會生氣 也不會過於高興的 這種你的門檻也是 如果到一萬 是不是你就已經可以原諒這個人 可以了啦 其實六千就可以了啦 六千算是就OK了啦 就是說不至於會很興奮 但是 六千就算有誠意了是不是 我們應該要包得比偉忠哥多嘛 因為他畢竟是我們的老闆 所以萬一比如說 我們包給製作人的錢 比包的偉忠哥的多 這樣會不會對他不禮貌 應該是多多益善 可是我覺得偉忠哥會給你們嗎 逢年過節會包耶 他至少都會包一萬給我 那還不錯啊 對 沒有 偉忠哥你沒有給你 沒有啊 這樣也要繼續做這個節目嗎 要這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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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是你逼我走 這個有一點美額在啦 因為看我哥 相對於偉忠哥來講 感覺上像同輩 沒有比他太多 對 那一般包紅包都會包給 小自己很多的 你比較像女兒的感覺 對 所以這樣你就很倒楣啊 那我裝小啊 不行啊 為了那點錢 還幫兩個充電包著偉忠哥 但偉忠哥應該會包給漢典 有沒有 我這種程度應該還沒有吧 你也沒有 他應該會包給你 就意思一下這樣子 那請問憲哥會包給你們嗎 憲哥會啊 就是以前的話 老闆的立場 對 像我有一年過年遇到瓜哥 他就給我 就是過年喔 因為就只是去錄節目而已 就遇到 然後說 LOLA你好啊 新年快樂 因為他旁邊助理就拿了一疊 然後我就發我想說 可能大哥可能意思 可能裡面兩千這樣 結果一打開是六千六 對 我就覺得 因為我沒跟他合作喔 然後沒有 只是剛好過年期間上他的節目 然後瓜哥就給我 這麼大方 對 就很大方 所以現在過年快到 趕快去錄瓜哥的節目 真的 他就助理拿著一疊 然後他就會這樣子 那請教一件事 就是說如果說 現在要過年了 然後是過年前才剛開的節目 剛好狀況過年了 他們合作團隊才不到一個禮拜 這樣也要給嗎 這樣子喔 你是在問你的新節目而問嗎 這樣就要拿捏了 要問行歸 會 實務上還是會 還是會 但是我也不會包那麼多 所以你們給的範圍是燈光師導播 Keyboard老師都給嗎 不用 像我們如果有自己的節目就是 就是那個製作人 跟那個工作人員 還有那個化妝師跟服裝 你剛剛提到Keyboard老師 有人給過阿咪紅包嗎 因為以前我們 以前我們只是 因為他百分百要給Keyboard老師紅包 真的嗎 為什麼 因為就是他很重要 他一直放一個杯子在那邊 這樣你要丟錢進去嗎 沒有就是 因為大家都給 我們連攝影師都給耶 所以你是不是應該給因為他們 就是一直站著很累 那你說Keyboard老師還要彈音樂 你還要彈得多用力耶 你剛剛沒有講到他都沒聲音耶 我現在很突然聽自己講 因為他很容易被忘記 結果沒有給耶 糟糕了 我們好像從來沒有給過他耶 怎麼辦 你沒有給過 我哭了 沒關係 不要給 那憲哥都會給他啦 所以你們也會給嗎 你們 我們看 因為我們的技術還不用到那麼的 每個人都要包到 那像他們製作人 不給藝人紅包的嗎 製作人應該 他要給他們自己 如果他自己有經濟公司 自己經濟公司的藝人會給 新的藝人 但是不會包給主持人啦 因為通常是主持人 要包給我們才對 這個一來感謝我們這一點的辛苦 二來就展望未來 所以你從來沒有遇過主持人 是不包給你的 沒有過 我只有包的或多或少而已 像以前乃哥跟澄澄 主持紅布浪那個年代 那他們兩個落差就很大 因為乃哥出手就很大方 對 乃哥真的很大方 那個也都是以萬為單位 而且他一視同仁 那澄澄就真的是 他只有600跟800的差別而已 他很難會破千 你說乃哥都以萬為單位 是說所有的工作人 都是以萬為單位嗎 製作人喔 製作人可能會可以高達 兩萬 三萬這樣的數字 那一般的工作人員喔 在鳥的助理喔 可能剛來一個禮拜 兩個禮拜 都還可以拿到八千 那請問曾國成 知道乃哥包的數目嗎 他知道 但他自有一番哲理啦 他說人生是現實的 演藝圈更是現實的 我現在包給你那麼多 有什麼用 但是 他講得很有道理耶 他真的有講出這番話嗎 他講出這番道理 是你去逼他的嗎 沒有 我問他說 誒 誠誠有時候人家學乃哥嘛 人家乃哥數有什麼大方 他說大方 就是因為他大方 他才今天這麼狼狽 激烈爆料演藝圈老前輩 驚人大秘密 所以你也有一位長輩 很重要的長輩 他最後人有到 然後也帶到最後 可是 我後來翻那個禮經簿 當然我也不是為了要靠婚禮賺 你跟他說你不要錢 然後你檢查禮經簿 沒有禮經簿 我不是檢查 是說你一定得去確認說 這是對不對 你有練禮經排行榜吧 我沒有排行榜 但是譬如說你給我多早一定要寫 因為將來你結婚 不對 你跟小孩 不對 要回你 要回你 我要回包一個比你的多的 到底我又用不到你回包給我幹什麼 你能夠包到萬元嗎 給你的製作人 我覺得我們幫他想好了 我覺得大概 每個人要給八萬 宋欣妮 甜甜 甜甜 對 然後 甜甜也是節目的台主啊 甜甜也是節目的台主啊 小豬 對 每個人八萬 那可能會把我這半年的組織 會全部摸出去的 就等於做白公一眼 是你演的半年 你贏得尊敬啊 這樣不好嗎 對啊 所以 所以你們大家收紅包的時候 都要怎麼表達謝意 因為當時郭台銘給你紅包的時候 你也是裝出不想要的樣子吧 沒有 郭老闆超大方 他都是請偉忠哥轉交 他根本沒有在在乎 你要怎麼謝他這種事 所以偉忠哥走了之後 你有立刻 有嗎 扇形 做出很低俗的樣子 我現在已經 因為你很難有低俗的表情出現耶 你感覺不貪財啊 我會做得很挺 然後把它擺成橫的 然後這樣一張一張 好有出現 然後這裡要 這裡要一個濕的毛巾嗎 濕的毛巾 然後沾一下 然後再放進點鈔機裡面吃 那好像在點港幣喔 就這樣一點一點 其實你們要包很多包的時候 你們不是都得在紅包的小地方 寫上那個對象的名字嗎 沒有 紅包不是有蓋起來嗎 在那蓋起來上面寫一個名字 省得給錯對不對 對… 因為後來很倒楣 他曾經被人家收回紅包耶 什麼意思 以前就被長輩啊 就是發紅包 那結果可能他因為年紀不同 或是因為備份不同他的金額包的不一樣 結果那這樣發發發給我 然後我就這樣很開心的拿回來了 結果打開 哇 好棒喔 今天紅包好多錢幾千塊 結果過了一會兒 那個長輩又跑過來說 不好意思 這包給你換一下 我包錯包了 結果拿回去變成幾百塊 可是你可以把錢先抽出來啊 來不及 一切的動作都在幾秒鐘發生 是你們老闆嗎 不是 是 模特兒公司的老闆會給紅包嗎 會 你們旗下那麼多模特兒 怎麼可能給 但是就是開工那天 大年… 大年初就每天看一個日子 開工一定要去 因為其實金額很少 但是呢 要拿到那個紅包的意義很重要 那詹喜器 那請問老模 需不需要包給很新的模特兒 就是鼓勵他們 應該不要吧 我覺得不需要耶 所以妳公司的員工 從來沒有修過一個紅包小道 他們會在背後罵妳的嗎 奇怪喔 人喔 因為人心很貪 那個貪念會害人一輩子 其實我們公司自古以來 不管是端午幾 你們公司開了多久 我已經百年了 就是很少有低於一千的 即便是像那種 中秋節 都很少有低於一千的 我曾經就包給一個 那時候一個剛來沒多久的員工 雖然是新進員工 那因為快過年了嘛 我還是給他一千 紅包發完之後 那天我要出去上廁所 正好從他背後經過 然後就聽到他在桌上 看著那個紅包在那邊發呆 還在那邊碎碎唸 我剛好走過去 我看著他一眼 然後他 看著我一眼 然後我就眼角淚光 然後我就 默默地跑去 你根本就是一個 淚陷已乾的人 你幹嘛一直說自己有眼淚啊 你根本是禽獸 你哪有眼淚 就摸摸 跑去尿尿 所以你這樣 所以你是說 不該把Always念出來就對了 就是說 不要講出來嘛 因為那過多或少都是一種心意 一千 蝴蝶現在 現在你收到一千還會覺得是錢嗎 會啊 還是很多耶 OK 我會很開心 然後你現在開始賺錢後 就包給家裡的長輩了 有 有 就是寶寶媽媽 阿公阿嬤 然後多少呢 嘿 阿公阿嬤是三千六 寶寶媽媽 第一年是包一千六百八十 第二年是包六六六六 然後第三年是包包包包包包 那你接下來怎麼辦 對啊 我想說包包包包包包包兩年啊 可是你知道Nono包給媽媽多少錢嗎 多少 就 就 二十萬 應該很小吧 小豬還包五百萬給他媽媽耶 誰 小豬 所以我剛才聽到八八八八我還滿驚訝的耶 很多耶 因為你在兒童界也算是天后 你怎麼會包八八八八 你不知道我們兒童界就是很辛苦耶 而且我剛剛 而且不是 我剛剛聽到你們一直在說什麼 包給什麼製作人 包給工作人員我都嚇傻了 因為我在我們 悠悠潭我們都不用包紅包 然後 那工作人員累的辦事怎麼辦 對啊 就 就這樣忍耐啊 忍耐 我們都沒有包耶 然後他們也 還是說別的哥哥這樣都背著你 在送 應該不會吧 沒有 我覺得在那邊工作的員工 真的很倒楣 因為他們一去就會說 加油 新年快樂 然後也不給紅包 他們都去死吧 爛公主 所以你們有講一些精神 寒話就夠了 因為我認為他們可能會拿到 因為這一次蝴蝶來之後 有受教育 所以就會給 可是裡面是海綿寶寶的貼茶 是 所以你們剛剛在聊天的時候 我都一直插不上花 因為我都沒有包過 現在長大了還應該要 那媽上面收到什麼 1680這種的時候 反應是什麼 我爸爸開心得要命耶 都還把那個紅包蛋用膠水 黏起來 然後都不花 你是不是有一次 紅包帶都有留著 因為你上面會寫一些感人的話 對 妳是有一次去參加什麼 什麼活動 然後眉包紅包被大家看了很久 對 就是 那是我長大以後 第一次自己去參加人家的婚禮 哇 參加婚禮好開心 可以注意到對不對 長大以後這個我很懂 可是參加婚禮 為什麼是這個時候 對 婚禮是哪一個行程 有這個東西出現的 我剛剛有這樣比嗎 當然啦 妳說我長大還可以參加婚禮 對啊 所以這是什麼 就是 就是會有很多菜啊有沒有 就蝴蝶的感覺 佛跳牆什麼的 我想說好開心 可以去吃蝴蝶 最喜歡吃蝴蝶 結果後來我就進去 然後我就都要簽名 我就很 那時候剛當蝴蝶姐姐 我就簽蝴蝶姐姐 然後就走了 然後其他人就這樣傻眼一直看我 我想說可能是就是 我愛喜歡太強一點 然後後來走了 就是吃完也好開心 後來回家之後才發現 原來要包紅包這件事 蛤 那是妳的朋友嗎 那是就是蜜蜂姐姐的姐姐結婚 蜜蜂姐姐的姐姐結婚 然後人家要離妳去 昆蟲界沒有 昆蟲界不需要包紅包 對 他們要的是花蜜 然後後來我想說 原來西瓜哥哥包紅包 我都沒包 就覺得好不好意思 西瓜是水果 跟你沒有關係 那妳之後可以補給人家 但是妳不要包錢 妳就買禮物送他 對不對 對 這是後面的 妳說當場錯過紅包的話 後面就補禮物 對 我覺得這是一個禮貌 可以 妳可以補禮物 對 可以補禮物 因為妳在補錢會很奇怪 可是參加喜酒 不帶紅包 這應該算是滿失禮的吧 對啊 那就很奇怪 除非說是 妳人還去到那裡就很奇怪 如果妳都沒有去 然後又忘記 而且她還吃到完耶 對啊 然後大家不就看妳 大家想說可能等妳吃完 妳可能會 可能放在口袋忘記拿出來 我要想起來 只等到妳連新郎新娘手上 那一盤那個 起床衣服 拿了一把 她就走在我這樣子 可是我的婚禮也有一位長輩 很重要的長輩 她最後人有到 然後也待到最後 可是我後來翻那個禮金布 當然我也不是為了要靠婚禮賺借 對 可是因為還是會大家 大家普遍都會包啊 都會都會 妳跟她說妳不要錢 然後妳檢查禮金布 沒有 禮金布 我不是檢查 是說妳一定得去檢查說 這是對不對 禮金布是一定要看到的 沒有人家來 妳有列禮金排行榜吧 我沒有排行榜 但是譬如說 妳給我多少一定要寫 因為將來妳結婚 不對 妳先想來 不對 這是將來 將來就是 有喜事的話 送電話可能就對了 要回禮 我要回報一個比妳的多的 所以我們要看一下 到底我用不到妳 我沒辦法給我看一下 妳要不要給我聊天啊 以後她 妳辦喜事的話 對 我們要比而不能少 那個是一個紀錄 妳們都有在期待 妳們辦喜事的時候 對方要回一個 比原來再多一點的紅包 沒有 可是就是妳自己心裡會 對 結果那位長輩真的很重要 我真的沒有看到她報 我覺得她可能真的 怎麼會這樣喔 漏掉了 然後我就一直跟我老公討論說 奇怪 妳覺得她是不是有送 什麼很貴重的禮物 然後我們也仔細檢查禮物堆 都沒有耶 可是她的 你們兩個到底在幹什麼啊 沒有 因為她的輩分是一出現 大概就說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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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要跟她鞠躬哈 那後來妳們有寫信跟她講這件事嗎 沒有啊 但就是一直 每次看到她的臉就會覺得說 欸 沒紅包 沈玉琳為了超級大紅包 竟大膽出賣肉體啦 那一年呢 台灣人不讓 說是做了第一名 然後她打電話給我 我說 然後他們引導我進會議室 她就坐在會議室那邊 來… 來… 那我還要 欸 這是怎麼樣 她在害羞 她在害羞 她是試圖想要牽你手嗎 我先拿一支給我 她說欸 那不然我先回去 妳就點走 妳就數 妳是這樣的話 那種數數數數 就要這樣 不得了 十二萬 當抽到我們的時候 我們應該就是會把我們抽到的獎項捐出來 第一年就是想說 哇 太棒了 我抽到什麼 我就要帶回家 結果大家就一直拱 加碼 然後就出來 對 一定要加碼 然後我就一直被拱 一直拱到最後 就飛走了 那這樣只加五百 拱半天加五百 然後結果後來比我 這是一萬零五百嗎 我不知道 我忘記多少 然後結果後來比我晚出道的柳丁哥哥 他加一千 所以我們家是加 我們家是加雙倍 就是那個金額是一萬 我就一萬捐出去 所以當時有主管被拱嗎 對 然後我自己又捐了一萬 然後大家就很開心啊 結果下一位就是上台抽的主管啊 抽到之後啊 大家就在下面一直 一直起哄 一直起哄 說捐出來 結果就看到他上台之後 我就說 謝謝大家 我帶走了 我就走了 然後就突然全場一陣尷尬 怎麼會這樣子 就很棒 這樣很棒耶 而且前面的人都有捐出來跟加碼 他就 因為你是主管 你是主持人 你當然是要捐出來啊 直接一直說帶走很棒 帶走很棒啊 所以你今年也試圖要帶走 我每一年都試圖要帶走 我每一年都試圖要帶走 都有禮拜 然後就給媽媽量20萬嗎 沒有...就是後來 後來比較有賺錢的時候就會 那你怎麼知道說 每一年都能維持 還是說你要逐步加碼 沒有 就是量力而為啊 對啊 但至少就維持... 對啊 可是你已經開了20萬這個價嘛 那你將來如果比如說少了 這樣就...就乾淡啊 那也不能少 但至少要維持到18萬 或是16萬6這左右 對 不能再低於16萬 對 媽媽收了之後 媽媽也會回禮嗎 沒有啊 沒有 她就... 她就說反正以後什麼 你結婚或是什麼 我都會幫你存起來這樣 但媽媽拿到紅包 有立刻舔手指 然後大數特數的嗎 不會啦 媽媽就是拿著 然後就是過一陣子就拿去存 就因為蒙不通 然後那個就是郵局的那個小姐 因為認識啊 就會說 哇 妳的孩子 記得還包很多給妳喔 對 媽媽拿到會... 媽媽在數前真的很舒服 真的很舒服 我媽就是這樣除夕回家 一年回家那麼一次 然後我媽說 這樣紅包不來給我 我好啊 然後我還到處找紅包袋 有沒有在抽屜打開 然後講說 錢媽媽開口給妳要啊 對 因為她如果不主動講喔 其實... 妳就也不會給妳 老實講喔 我個性比較保守 就是我不好意思直接給人家錢 這樣的動作 這哪是... 那應該就是可惡吧 就是小型的小型的保守 我都會... 撐到人家主動開口 好啦 那我們就找一個紅包袋來對不對 那錢因為殺了口袋裡面嘛 就拿起來 想說總是包進去比較好看嘛 這樣給人家比較禮貌 我媽在對面看了很久 哇 妳媽好豐爽喔 對 她也不要紅包袋 她就把錢進去拿起來 然後就立刻翹掉下去 那可是妳也願意給她那麼多嗎 還是妳是被嗆走的 我...我跟妳講 我...那時候來台北念書 已經在打工了 就覺得說應該回家 應該盡點孝心 但老實講實在是沒有錢 所以第一年就算了 我看得出我媽的失望感覺 媽媽她... 不是要很多錢 但她需要那種感覺 但是我真的就沒錢嘛 我沒跟她們要錢就偷笑 她跟她們要錢 後來...等到畢業以後 工作以後呢 慢慢的經濟情況改善了 有一年喔 因為那一年 我媽媽因我的關係 怎麼可能 為什麼 我爸爸去年還是模範父親 你搞什麼鬼 不是啊 問題是你那麼邪門 憑什麼他們可以 至少在我們加一現水上香 我是最有成就的啊 就因為這樣 不是 家也沒有出名人吧 不是 模範母親的定義是什麼 就是把兒子教育得很好嘛 不是沒有啊 不是沒有啊 那應該要給她為名除害吧 她們都除 而且很重要一點就是說 我爸媽每... 你看我都忘記你本來要講什麼事 我真的過度鎮下 找到我也都忘記了 每年 因為我有一陣子戶籍 等於你是說 對...沒錯啊 我回家 我有一年去嘉義拍外景 我在嘉義的一個 什麼地藏王廟拍外景 市長聽說我來了 還特別不遠千里喔 他本來在這個地方參加喜宴的 還跑來 什麼時候給我回來 什麼時候給我回來 指揮的跟我握手 就說到時候要多幫忙一下 要多照顧 那一年呢 因為我節目還做得不錯 然後收入也滿多的 所以我終於有一種 衣景還鄉的感覺 這次是我主動給我媽錢了 我就從西裝口袋 穿了一件西裝 拿出來 還這樣晃個幾下 給她 妳知道嗎 Nono清清淡淡就講了二十萬 妳一個二十萬長成這個樣子 還跟我傳到嘉義模糞不母 這是什麼跟什麼啊 結果媽媽當場有落淚嗎 真的 那個晚上的火鍋 是我醫生當中 我每當午夜夢回 我都永遠懷念那鍋火鍋 我覺得這個故事 聽完只覺得你爸媽很貪財 剛剛收到紅包會落淚嗎 會 我媽一定哭 會 我媽可能會感動 這麼容易 會感動嗎 因為你不是只有姐 你封面一定要說媽媽辛苦你了 要不是你我朋友 永遠的成就 永遠愛你那類的 每一年都寫同樣的話 沒有 每一年都不一樣 真的 我變得出花藥了 所以說要不是 你是我們的精神知智 我們經過大風大浪 要不是你的話 我們站不住啊等等 真的啊 然後我媽就會在房間 然後也不開燈 然後就在那邊 然後就你知道臉一直愁 然後我們就會躲在門口看 就會讓她哭我們就很得意 就像妳們在看只好演這個戲 每一年都被逼著一個 妳覺得她就在那邊這樣搓 然後就 就看我好像愚蠢感覺已經走掉了 好嗎 若亞說她給了媽媽一個 結果媽媽很冷淡 可是那個束縛滿多的耶 所以我覺得長輩有時候反應 真的是很難去預料 妳希望她細菌化一點 不是 因為其實我打工啊 我第一次包紅包給我媽媽 才包了一千六還一千八 但是呢 因為那個金額很少 可是我媽媽竟然感動到 就是哽咽這樣子 就是她就很感動 她就覺得 女兒好像女兒長大了 終於會替家裡想 然後可以開始自己工作賺錢 那當然我就是慢慢慢慢 依照自己能力的 慢慢增加那個金額 然後就 之前就是包了一包 就還 因為能力OK 存了一點錢 就有六位數 結果就給媽媽 不曉得是媽媽她覺得 習慣了還是怎麼樣 她就這樣打開 然後用台語講了一句 好 這麼大包喔 好 謝謝啊 我就收起來 就默默的很冷淡 就沒有任何的反應 那也很失望耶 不然妳期待她怎麼樣 就是要大哭啊 然後說怎麼這麼多 什麼那一類的啊 沒有啦 我想 媽媽的這個反應 可能就是那個 期許我可以再努力 然後再加嗎 那妳是貪財啦 說穿了就是要錢嘛 對啊 貪財 沒有 要給自己一點空間啊 像二十萬一下子我沒辦法 要慢慢慢慢慢慢 那請問親戚的小朋友 到你們家的話 你們會包嗎 要啊 小朋友一定要的啊 會 小朋友一定要包 因為小朋友最期待的就是 紅包 過年可以拿到紅包 其實我還滿大方的喔 像我們家小孩算眾多 我哥哥就三個 我姊姊好像也三個 六個 那我一般小孩子 大家都說是小孩子嘛 小孩子也不會花錢 不會計較錢 對啊 但是我一般來講喔 一人都還是有兩千塊的錢 好多喔 大包喔 小朋友耶 兩千塊大包 對小孩子這樣 其實他親人耶 哥哥姐姐的小孩 可是很多大人都六百一千耶 對啊 你對那種子女啊 外甥一般很少會 包到這樣的數字 你家在哪兒 我帶我女兒去拜年 沒有啦 如果是自己 你會變榮譽相友喔 那姐姐的孩子 應該看她的年齡啊 如果是那種高中什麼以上 你就對啊 包個三千六什麼 他應該給爸爸媽媽大概多少錢 最少要包個十萬塊 最少 最少爸媽一包要十萬 我覺得五十萬耶 你們幹嘛都看我 因為你年收入七百六十萬 在講我 請問你預計給你爸媽多少 今年 你去年給了多少 你去年就超過五百萬了 哪有 我去年好像包 再五千吧 哇 你這個不孝子 你今年大概包六千嘛 你這個不孝子 因為我錢都 你錢到哪裡去了 我錢都 都給家裡在管嘛 所以我也沒什麼錢 對 等於說你的錢 你錢都給家裡管 對 真的 真的啦 你的錢都交給你父母親 對 真的啊 你身邊就放一些些了 那你去酒 那你去酒 哇 連那麼多了 你去酒店的時候都花些的錢 就當作大哥請客 你也有去酒店 開玩笑的 一聽就當是假的嘛 對不對 真的 沒有人啊 我相信 我相信 你跟阿K納豆就一人 就是他們兩個出這樣 沒有 就是做效果啦 對啊 就你去熱場嘛 對他們 不是那個少年做什麼 沈玉琳超溫馨百萬紅包故事 來賓都泛淚光啦 我一點慢慢有利 我買房子 我買房子 那投機款我都欠一點嘛 後來我 我爸媽就硬說要來幫我看房子 要簽約的 那我媽媽就講說 以前跟你講說 紅包幫你處理都不信 那現在呢 就拿了一百萬 而且是扎扎實實 白花花的鈔票 一百萬 再次告訴觀眾朋友 聽媽媽的話 別讓她受傷了 你好難得會有這種人性貓的故事 你好難得會有這種人性貓的故事 家裡紅包之後 爸媽通常都會還一個小紅包嗎 不管長多大都會還嗎 不會吧 沒有 那算了是不是 可是你媽不是包了一個很大的給你 就有一年 就是我 因為過年就會包給我 我媽每次都說 你不要給我那麼多 我說沒關係 她就包著你就花 對 然後她就說沒關係啦 以後也是存起來 結果有一年就是去年 就是我媽就 就是說說 好啦 那怎樣 因為我剛買一個房子在裝潢 然後那一年我包給她20萬 結果我媽包了50萬多 你說裝在紅包袋 裝得下50萬 沒有啦 沒有 她就說當初紅包給我這樣子 就讓我房子裝潢的時候 對 50萬裝得下紅包 你叫郭台銘老闆的那個紅紙袋 大概都這麼大 A4的 就是紅色的牛皮紙袋嗎 紅色的牛皮紙袋 然後在裡面捲起來 所以你的紅包有拿到50萬 多少都裝得進去 我不知道 她會這樣講 就代表她是有拿50萬嗎 不過媽媽總是這樣啦 會 因為我記得每年媽媽都說 這個紅包我不是跟妳要 我一直幫妳存下來 那當小孩就覺得說 是妳在鬼扯 怎麼可能 你們母子的關係 對 我們的互動方式很會 你確定妳媽媽是 模範母親 我覺得你們省家蠻醜陋的 直到前方面 但是 直到有一年了 我會體會到我媽媽的偉大 就是 當然我每年 因為後來就媽媽有錢了嘛 所以一年 每年5萬啊10萬啊20萬 這經常有的事情 後來有一年的媽媽有能力 我買房子 買房子 那頭期館總是欠妳一點嘛 後來我爸媽就硬說 要來幫我看房子 我想說怎麼那麼囉嗦 這很老的 多禮巴說的房子 我決定就好了 幹嘛她要來看 那結果他們就不管怎麼樣 就搭著那個客運 從嘉義這樣坐著 走到台北 那更真的要那邊看 要簽約了 那我媽媽就講說 以前跟你講說 紅包幫你存你都不信 那現在呢 她就拿出來 就拿了 好感人喔 就那個 當場也是很感動 比如說媽媽果然是 為我們在存錢 會喔 好感動 在此告訴觀眾朋友 聽媽媽的話 聽媽媽的話 別讓她受傷 什麼 妳是說不要讓她跌倒那類的嗎 因為她很貼心 你好難得會有這種 人性化的故事耶 真的 是捏造的嗎 這個是真的 當時有哭嗎你 很感動啦 但是我真的是不容易哭的人 不會哭 可是一股暖流啦 真的 所以當天晚上換我 有吃過媽媽 算嗎 就怕她中間抽走兩張 然後手在抖啊 紅包一定要現金嗎 不能給支票是不是 我覺得感覺差好多 她很瞎 紅包就是要打開 支票很瞎啊 瞎透了 幹嘛你有試圖要給人家支票啊 我覺得支票比較方便 不是嗎 好爛喔 很麻煩好不好 人家過年就是拿到現金 可以去花 拿到你的支票還要找銀行 銀行過年就沒上班了 對啊 胡提琴不是領過禮券嗎 我領過購物禮券 一整疊 然後總共一萬塊 然後你還要就是 先上網登錄你的資料什麼的 然後還要跟那個客服人員 講好久的電話 才可以讓你把那些錢 拿去購物頻道購 這就是你的報應啊 因為你都不給員工那些 該有的紅包 所以他們就反整你一早 沒有 那是老闆包的 結果你拿去買了什麼 結果我就給媽媽 我媽媽好喜歡購物頻道 所以花得好開心 所以每一年都有得到 一萬塊的購物禮券嗎 沒有 後來 他就在關了 所謂的劇情是直轉直下的一個故事 不錯 然後我希望他現在過得不錯 他現在過得不錯啊 你好敷衍喔 胡提琴 我是真的 我是真的認真的 你怎麼知道爸爸 後來把你給的紅包花掉了 因為後來我就去床頭櫃看看 那個膠帶就拆開來 裡面就是空空的啦 那你應該再偷偷 你應該再偷偷塞錢再進去 對 爸爸是這個意思對不對 他會遠縫不動再把它黏過去 就是你在飲茶的時候 茶壺蓋子拿開 就會讓人家加茶進去 對啊 所以他爸說說那也是攤財 一千六百八有什麼好攤財的 你再加進去你爸會很感動 而且你就會發現 每天那個錢他都會抽出來出來 因為他覺得 他那個紅包帶有魔法 會自己 只要我抽多少 他就會出來生出來多少 我爸爸會以為他都 老闆突然開始跟員工說 哎呀 今年真的景氣不好啊 大家要供提時間是不是 誰是這樣你知道嗎 李天勇就是這種人 他每年喔 通常每年的招數 以前我在他公司上班嘛 他就是喔 差不多 而且他固定會發作喔 他那個就是跟候鳥一樣 固定的時間就會來 每年差不多十二月 因為過年不外乎就一月二月嘛 突然他在十二月以前 他喝哀可親 對我們好好 玉琳好辛苦啊 大家來同樂一下 都這樣子喔 十二月一號開始 他就變臉了 有什麼知道 你知道你浪費公司多少資源 太早上班 太晚下班也不行 做我們浪費電 看什麼都不順眼 然後收視率呢 就每天在那邊檢查 調個0.1幹嘛就罵 那第一年這樣子 第二年又來了 古境逃個來啊 你知道嗎 一靠近過年他就發作 對 每年十二月就這樣子 因為他都在鋪陳 就罵罵罵罵罵 都說像這樣子 難怪公司不會賺錢 他鋪陳到最後等到 真的要發錢的時候 你拿到飽飽的一片 你就覺得是應該 默默的承受 就拿這個還是多的 覺得是罪孽 覺得不應該拿他的 他心情那麼差還剛拿錢 對 可是 有人好像是 背著李典勇老闆 給你 單獨給你紅包對不對 那個真的是奇蹟 那個至今喔 每當想起來 眼淚都快噴出了 就跟妳講的內心 你內心很乾 那一年呢 因為台灣混不讓嘛 收視率做了第一名 然後他打電話給我 說玉琳 好來我公司一下 我們開個會 因為當時我們那個節目的 廣告承包商就是他嘛 跑去他公司 然後他們引導我進會議室 他就坐在會議室那邊 來 這一這一這一 然後我就坐 然後我們兩個就這樣子 並牌坐著 不是應該對坐嗎 對 並牌坐著 然後他也不講話 假裝我是他 就不講話 然後沈默了 沈默了兩分鐘 然後我還說 這是怎樣啦 他在害羞 他在害羞 然後我說那個徐老闆 他真的姓徐啦 徐老闆是怎麼樣 他看到我 嘿嘿 又不講話 我 就跟兩個 兩個很奇怪忍住在那裡 然後他看我 就這樣子 搞了快十幾分鐘 然後我終於忍不住 我說 沒有啦 現在 到底是怎樣 欸欸欸 然後一樣從希望口罩裡面 就拿一點給我 那最妙是 他就是因為他不習慣做這種動作的嘛 一給我之後 又不看我了 太尷尬了 你看到我就拿著 拿著 然後就兩個這樣對峙了 我說欸 那不然我先回去好了 我正要走的時候 他說 不要把 背著李典勇給你的 因為沒有 是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李典勇是我老闆 那照理來講節目的成功呢 第一個犒賞應該是 那家製作公司的老闆才對 其實他應該是把琴給老闆才對 對啊為什麼會給你 對 他這樣如果交給李典勇的話 李典勇不會全額都轉交給 他可能會全部私吞 全部都吞了 所以他知道要給Keyman 那我正 我就是真正的Keyman 我就漫步在那個 國父紀念館的人行步道上面 你沒有去數錢 沒有 我就是拿著 拿著 然後就三步做兩步 這樣好開心喔 然後就只變走 然後就會拿錢拿出來 你現在就兒童界發展嗎 你為什麼要這麼多動作啊 把錢拿出來之後還要亂 然後迎面而來都是人群喔 我也顧不得人 還有 我也顧不得人給他看我 我覺得你在模仿我的風格 欸我怎麼也會這樣不自己也會這樣 也會這樣 故事不是應該已經Ending了嗎 你拍什麼 我就邊走邊數 也是這樣子喔 那種數數數數 多少 不得了了 多少 十二 十二萬 十二 十二萬 好多喔 就十二萬 這是你人生最大的數目嗎 算是有史以來 除了藝人來參加尾牙 那種被拱的不算 你有收到過一個美鳳姐的紅包 有... 然後把那紅包一直留著嗎 有 我一直留著 為什麼 就我覺得那是我 因為我那時候剛出道一年多喔 然後就是那時候有 就是跟美鳳姐那個節目的外景 然後我就是小助理就這樣子 然後有一年就快過年了 然後他在這邊發紅包 然後發一發 我們也想說人家在發紅包 就不好意思 我就要離開了 我一走的時候他就叫作 來...美鳳姐給你紅包 我想說拿到就很開心這樣子 對 然後我也是那種很粗俗的一摸 好薄喔 然後...但是沒有 但是我露出很像 因為我覺得他會給我 因為我也算是藝人 可是他是發給了一些工作人員 可是我一拿到我就很開心 然後就出去哪有都不敢看 一直到回家才打開 結果我一打開的時候看到 裡面是200塊 可是那200塊是美金 唉唷 你真的也要高的牛醋那個骨架 你才用得到啊 喜歡給就不要給啊你 沒有...我都自己帶 你講那麼多 我有把那個紅包帶帶來 對 那一年是兔年 而且它上面還有寫 你留了多久喔 我留...兔年算效 就快12年了 因為屬牛虎兔 剛好10年 10年喔 對 我留10年 上面有寫 這裡有寫NONO 他有專門寫給你喔 有 新年愉快 恭喜發財 美鳳姐 對啊 所以這是你唯一留的紅包 我還有留一個是那個順哥給我 又一年生日啊 然後他有寫 生日快樂 許孝順 對 可是那個錢就沒有 這錢在裡面了 可是剛剛講到藝人的留言喔 我覺得誰寫得最成功 邝明姐寫得最成功 以前主持我們節目 每個工作人員他都會有紅包 那上面寫得很貼心 我覺得是能夠寫出我們的感受 他都會寫說 謝謝你們 沒有你們的辛苦努力 就不會有現在的我 我們就很感動 就覺得說 那來年了 為他做牛做馬都是應該的 你很難拿捏 因為有時候有心肝 有時候沒心肝 就你人生有感動的時刻喔 因為我是多元化 多面向 我們下次可以主團去參觀你的故鄉 看看那邊到底發生什麼事 真的 這樣帶我故鄉 你會夾到歡迎 真的嗎 可是我那天經過 我看人家在那邊丟你耶 我做一個你的看板 然後在那邊砸耶 來 撿撿 大家來喔 鄉親來 Kenson 依靈 撲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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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你的 我相信你的本人 今年大家可能比較辛苦 可是還是應該感謝的人 還是意思一下 那心意到 我想對方都會很高興 好 大家一起加油吧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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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哈哈哈 謝謝